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约书亚记 第24章 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世界 召了以色列的长老 族长 审判官并官长来 他们就站在神面前 约书亚对众民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 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人 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 令他走遍迦南全地 又使他的子孙众多 把伊萨赫给他 又把雅各和伊嫂赐给伊萨 将西尔山赐给伊嫂为业 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 我拆遍摩西亚伯拉罕 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 然后把你们领出来 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 他们就到了红海 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 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 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 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 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 我在埃及所行的事 你们亲眼见过 你们在旷野野住了许多年日 第一节 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之派 就是所有的百姓都聚集在事件 上一章二十三章 他是把一些领袖 叫到这个侍罗那边去 鼓励他们 不要半途而废 要依靠神到底 把应许之地里面的仇敌都赶出去 免得成为你们生命中的陷阱 最后你们就去跟他们一样 去敬拜别的神 那你们的结局就会跟他们一样 被神消灭 那跟这些领袖讲完之后 先来到第二次章 他就召聚所有的百姓 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事件 事件呢 我们并不陌生 因为在这个第八章的时候 当约书亚攻下爱城之后 他就进入到 这个以色列中央三地的 南北交通大道上面 约书亚在那个时候没有立刻 继续去进行军事行动 他反而是立刻带着百姓 因为已经来到这条中央大道 他直到摩西之前要他们 一到迦南地之后 一有机会立刻要到世界那边去 因为那边有两座山 一个叫以巴陆山 一个叫吉利新山 摩西吩咐 百姓说 你们要在以巴陆山上面 宣告 如果我们违背神的话语 我们会被神咒诅而灭亡 你们另外六个支派 要在另外一座山 叫做吉利新山 这两座山 一个在事件层以北 一个在事件层以南 两山相望 另外六个支派 要在吉利新山宣告 我们若遵行神的话语 神必祝福我们 所以呢 这个约书亚 他在这个第八章的时候 他就曾经带百姓 一进这个应许之地 没多久立刻 就带百姓 重新宣告 与神立约的这个誓言 那如今他要死 他再一次的召聚百姓 来到事件 也是来到这两座山这里 再次宣告 一定要遵行耶和华的话 必得祝福 但若违背耶和华的话 必像迦南地百姓一样 被神厌弃 被神除灭 所以呢 他就在事件这边 召聚所有的百姓跟官长 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 约书亚就对众民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对你们说话 古时你们的列祖 就是亚伯拉罕 和这个拿赫的父亲 塔拉 就是亚伯拉罕 跟他的爸爸 这个塔拉 他们都是住在大河那边 就是这个 指的就是两河流域 叫大河 又发拉底河 以东 那他们其实以前就是住在 今天的这个科威特 或是伊拉克南部那一带 他们原本不是住在这个 现在的以色列应许之地 这边的人 他们是住在两河流域的人 所以以前的亚伯拉罕 跟他的爸爸塔拉 他们是住在大河那边 那时候他们还不认识神 他们是侍奉别神 侍奉偶像的 侍奉那个两河流域那边的神 第三节 但是我伊和华 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从大河那边带过来 领他走遍迦南全地 所以代表说 其实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原本是不是侍奉我 是我特别拣选他的 拣选他 而且千里迢迢把他带到应许之地 带到这个迦南地 而且带他走遍迦南全地 告诉他说 这个地方 以后我要赏赐给你的子孙 然后又使他的子孙众多 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并且呢 也把以撒赏赐给亚伯拉罕做儿子 又把亚伯和以撒赏赐给以撒做儿子 然后呢 后来他们分了家 将西尔山 就是以东这个地方赐给了这个以撒为业 那后来呢 亚伯和他的子孙 就下到埃及去了 这边告诉我们什么 首先 我们以色列人 其实本来是拜彼的神 是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先 亚伯拉罕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也拣选了以撒 也拣选了雅各 因为以撒跟雅各 他们都有兄弟 可是神就只拣选其中一个人 代表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百姓 是出于神的拣选 不是出于我们有多好 所以神必须要拣选我们 不是的 都是神的恩典 那神之前也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的子孙 会在别人的土地上受苦四百年 目的是 要给迦南人四百年 可以悔改的机会 但迦南人如果四百年不悔改 我就会带领你的百姓 离开受苦的地方 进来应许之地 得地为业 帮助你们把迦南人赶走 第五节 所以呢上帝就在四百年后 执行这个计划 上帝就差遣了摩西亚伦 并且照着上帝在埃及中 所降下的这些食灾 然后呢把百姓带领出埃及 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 你们到了红海 那时候埃及人是怎么样带领了这个 战车马兵 追赶你们 那你们的那列祖那时候就哀求 上来的时候神就让这个红海的水又合在一起 就淹没了埃及的这些战车部队 我在埃及所行的是你们亲眼见过 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 住了四十年因为你们非常的悖逆 所以等于是说 约苏亚他重新在讲 我们其实是一群猛拣选的民族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一切都是神应许 后来成就了 也是神把我们救出埃及 把我们救出各种的患难 而且神不纪念我们 曾经如此的在旷野悖逆 他仍然恩待我们 使我们后来可以进来 加南地得地为业 好我们就继续来读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 亚摩利人所住之地 他们与你们争战 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 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 那时摩亚王希伯的儿子巴勒 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大发人招了 比尔的儿子巴勒 来咒诅你们 我不肯听巴勒的话 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 这样我便就你们脱离 你们过了约旦河 到了耶利哥 耶利哥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加南人 加南人 赫人 格加萨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都与你们争战 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 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 并不是用你的刀 也不是用你的弓 我赐给你们地图 非你们所修制的 我赐给你们诚意 非你们所建造的 你们就住在其中 有得吃 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 橄榄园的果子 第八节 约书长继续讲 他们离开旷野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我就带领你们到约旦河东 亚摩利人所住之地 然后他们就主动出来 挑衅你们 跟你们征战 那所以呢 我就将这个 这两个王 一个是西红 一个是八三王二 我就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就首先得了他们的地为业 那就是分给了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 我们以前都觉得什么 亚摩利王西红 还有八三王二 觉得可能是小角色 不是 他们势力很强大 约旦河以西的这些王 都是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的王 但是约旦河以东的西红跟二 他们统治的土地是非常大的 都包含了好几十个城市 所以呢 上帝让他们在过河之前 首先在约旦河东 就帮助他们 使他们战胜强大的这两个王 好第九节 那时候不仅有这两个王 来攻击以色列百姓 还有这个摩鸦王 他叫巴勒 他也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那摩鸦王他不敢用军事行动攻击以色列人 他是用一种属灵征战 要来攻击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摩鸦王就找了这个 假先知巴勒来 要咒诅你们 那耶和华我不肯听巴勒的话 所以呢 我还在这个控制了巴勒的心事意念 我还控制了巴勒的舌头跟嘴巴 所以呢 巴勒反倒为你们连连说出 祝福的话 这样我便就你们脱离了 这个摩鸦王巴勒的 这个属灵征战的轨迹 好所以呢 你们在约旦河东 有遭遇到许多挑战 可是我都使你们得胜 不论是军事上的得胜 还是属灵上的得胜 十一节后来你们就过了约旦河 就来到了这些迦南人 他们的土地上 然后呢 他们都跟你们来打仗 是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一路上都是我 十二节我打发黄蜂 飞在你们前面 你们人还没有到 我的死者就已经先到了 打发黄蜂这事情 在出埃及记二十三节的时候 那面摩西也曾经提过 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 在这个埃及里面 埃及有分上埃及下埃及 那下埃及的这个 王室的这个象征 植物就是蜜蜂 那因为那时候的整个中东地区啊 他们都是属于 臣服在埃及帝国的统治之下 那上帝呢 他比蜜蜂还要强 他让他的使者 像黄蜂一样 因为黄蜂比蜜蜂还厉害 所以呢 代表说比埃及还厉害 上帝比埃及的法老还厉害 像黄蜂一样 在以色列人之前 先打败了敌人 把打败的敌人 交给了以色列人 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之既 他的功劳 好 所以呢 黄蜂飞在你们前面 不仅是将这个 两个亚摩利的王 从你们面前撵出去 因为这两个王是势力很强大 他们统管的城市 都是好几十个城市 那你们得胜呢 并不是用你们的刀啊 也不是用你们的弓箭 那我赐给你们的土地 也非你们所修制的 我赐给你们的诚意 也非你们所建造的 你们现在就住在其中 又得吃 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 橄榄园的果子 也就是说 都是我赐给你们的 地是我赐给你们的 城也是我赐给你们的 土产 也是我赐给你们的 然后农作物 也是我赐给你们的 你们什么都没做 你们只是相信我 跟在我后面 就不断的从我这边 接收战利品 战利品 战利品 所以呢 这是上帝的功劳 你们千万不要 自夸自大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 读第十四节 到第十五节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地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所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所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十四节啊 十四节啊 所以他做一个小结论 耶和华 耶和华 借由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这些话语 这是客观的真理 而你们因为遵行了耶和华的命令跟话语 就经历到神的信实跟得胜 这是对于真理的主观的经历 所以你们不仅领受的客观的真理 你们也在真理里面有主观的经历 所以你们要继续将用诚实跟真理 来侍奉耶和华 这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 耶稣说 父所要寻找的敬拜者 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天父上帝的人 好所以呢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地侍奉他 将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以及后来在埃及那边 所侍奉的神都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列主在大河那边 他们是拜一大堆神 后来呢 你们到埃及地区 埃及人也是拜一大堆神 而你们的列主 也在埃及地 也是跟着埃及人乱拜 那一大堆的神 所以你们今天 要把这些你们列主 这些不好的榜样 侍奉这些别神的事情 要除去 你们要专心侍奉耶和华 15节 若是你们认为 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永远是 你们若以侍奉耶和华为恶 今日就可以选择 你们所要侍奉的对象是谁 是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的 亚摩利人的神呢 你们到底要敬拜哪一个神 你就好好用诚实和真理 来敬拜祂 不要三心两意 不要脚踏两条船 你们可以很多选择 有两河流域的神 有埃及的神 也有亚摩利人的神 但是不要忘记 埃及的神 亚摩利的神 都被耶和华打败了 所以呢 依靠那些神 不会有好结局的 但是你们今天自己要做 一个信仰的抉择 但是至于我 约书亚呢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 侍奉耶和华 那你们要侍奉谁呢 没有人强迫你们 你们今天自己做一个选择 因为信仰是勉强不来的 但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句话很有名 但希望这句话 我们不是拿当口号 我们是真心真意的 用心灵跟诚实 用这个诚实和真理 来侍奉这位耶和华 做我们的一家之主宰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赞美你 主要一切都是你的赏赐 一切都是你的拣选 一切都是你的得胜 一切都是你的恩惠 主啊 主啊 我们经历了这一些 你的大能 我们领受了客观的真理 我们也在真理里 真理里面有主观的经历 主啊 我们真的是要对你真心真意的 来寻求你 来侍奉你 主愿约书亚所说的 至于我和我家 必定侍奉耶和华 也成为每一个家 心中真实的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